前卫时装是时尚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但创新的程度并非一般人能接受 设计师凯拉·尔瑞娜和托比·贝伦的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以美国最恶名刀章的道士魔人Edward Seador et Ben的《骇人士基》 从目的盗取尸体身上的皮肤做成奖杯,为灵感 设计出一系列以仿人皮制造出的诡异服饰 并为系列产品取名为Edgain 仿人皮虽然是由乳胶和细胶制成的 但保留五官原貌的细节依然令人毛骨悚然 一起来看看这诡异的系列人皮服饰吧 外套、怀靴、帽子、胸罩、皮夹、长皮夹、化妆包、包包、吉他背带、灯罩 是不是超级恐怖 绑人皮上的人脸、毛发 以己皮与皮之间的缝线都令人不寒而栗 虽然不知道设计这样产品的用意何在 但更想知道的是真的会有人愿意花钱买这些产品 甚至穿在身上出门吗 赶快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看这一系列诡异的人皮服饰吧 这一系列诡异的人皮服饰